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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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南部的夥伴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每一次我站在這個台上的時候 我常常在想一件事 我就想到我夥伴 常常給我講的那一件事情 就是他每一個晚上他失眠 常常夢見他死去的哥哥 告訴他他要加入愛多美 我常常跟他講 我說那你就燒幾張那個 入位申請書給他 他有時候很多的感觸告訴我 他說彪哥 死去的人都叫我不要放棄 要堅持 都是吼著的人 叫我放棄 我每一次我在愛多美 我在經營的過程當中 我常常想到這個故事 什麼樣的事情 什麼樣的一個事業會讓一個人瘋 會做夢的時候 整個感覺都是在他的腦海中 連做夢都不會放棄 我一直在探討 什麼樣的一個事業 能讓一個人 一直那麼努力的堅持 所以我告訴我這個夥伴 我說當你瘋了 你就已經接近成功了 我記得美國上一次的大選 川普跟希拉蕊的競選 一個是瘋子 一個是騙子 結果誰贏了 川普這個瘋子贏了 所以我常常在想 我說只要你對一件事情 你不夠瘋狂 那這個成功離你很遠 我喜歡愛多美是因為 我從此在任何一個 行銷的一個經營當中 我不用再當騙子 雖然我是善意的騙子 我這一生當中 我一直在追求 我在追求一個人生 我可以很快樂在玩 而且我真的 我希望很快樂的來玩我的工作 那曾幾何時 我們的工作真的可以來玩了 我們工作帶給我們的是一種壓力 工作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生活才是我們人生的全部 所以什麼時候 我們真的 我們能在工作裡面 我們真的 就像我們的生活一樣 我們可以在生活當中 來玩我們的工作 我現在在愛多美 我們找到了 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 你在愛多美 你可以找到你的生活 因為那個就是你未來你的工作 而且你的工作可以在你的生活裡面 你可以快樂的玩 這樣好不好 我加入愛多美 是因為我看到愛多美的不一樣 我常常在想 愛多美改變了 我們傳直銷的一個歷史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 傳直銷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一樣 我們都不喜歡 但是今天 我選擇了 愛多美 他是不是傳直銷 是不是 我跟你講你要勇於承認 當你沒有辦法 把船直銷 這麼一個那麼大的一個障礙 放下的時候 你沒辦法把這個障礙拿掉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障礙 當然會陪伴你一輩子 然後你會在愛多美的路上 你會越走越辛苦 我說當我選擇了愛多美 我等於遇見了我的未來 我看到了愛多美的不一樣 當有人跟我講 她說 愛多美是傳直銷 我告訴她 我說是 但是我告訴你 她唯一跟直銷 唯一只有一件事情一樣的 就只有一件事情 跟傳直銷有關聯的 也就是她透過直銷 來分配獎金的弘利 愛多美所有的 任何一個做法 跟傳統傳直銷完全的不一樣 所以在這裡面 我相信她不會帶給我們壓力 所以我們在整個過程裡面 在經營的過程裡面 我們沒有欺騙 我們甚至不會傷害到你身邊任何一個人 所以愛多美她在改成一個傳直銷的歷史 我說常常在想 我說加入愛多美 跟你去加入買東西 把那張會員卡一不一樣 完全都一模一樣 我們今天加入愛多美 我們不用你的入會會 我們不用你的門檻 我們甚至不用來重銷 所以有時候我常常在想 我說當你選擇了愛多美的時候 我不曉得你擔心的是什麼 你怕的是什麼 你希望給自己是什麼一個未來 但是你只要說沒辦法去懂愛多美的這個本質 那我相信愛多美給你的這個未來 也是一個很沉重的未來 我希望今天透過公司這個介紹 我希望給各位 一個對愛多美一個公司的一個本質 你透過這個本質的了解 你更清楚你為什麼要選擇愛多美 只因為愛多美選擇了一個愛跟善 我們用愛跟善 我們來推廣分享我們的愛多美 我希望我們今天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已 我們今天加入愛多美 我們分享愛多美 我們是在分享一個善跟愛 我記得四年前 我跟在座的各位一樣 當我遇見了愛多美 我雖然已經遇見了我的未來 但是我內心有更多更多的坎坷跟不安 我常常告訴我 我這一輩子 我不喜歡傳直銷 但是我選擇了愛多美 我又不得不承認它就是傳直銷 所以那時候我常常告訴我 我假使沒辦法把我內在的這一份障礙拿掉 那我就沒有辦法幫我身邊的任何一個夥伴 把他內在裡面對傳統傳直銷的恐懼 這種障礙拿掉 所以那時候我很用心的在愛多美 我不斷的在去了解愛多美真正的本質 所以從那時候當我了解了愛多美的時候 我發覺竟然它有一個特色 是讓我發現了以後我發覺我非常的喜歡的 而且那時候當我看到了這一種發現的時候 我內心有很多很多的激動 我很想告訴我身邊的朋友 我看到的是當一切的銷售回到銷匯的時候 我看到是人回到了人性最自然的部分 我說傳統無論傳統的傳直銷 或者是傳統的業務行為 我們這一輩子我們所從事的 我們通通都是一種銷售的行為 各位接不接受 我們傳統的都是一種銷售的行為 所以我們就是用傳統的銷售行為 當你來看愛多美的時候 你看不到愛多美真正的本質 所以我在這裡我說當我看到了愛多美 我看到的不是傳統的傳直銷 我看到的一個是新的一個傳統的通路的概念 一個不一樣新的通路的一個概念 因為我看到的是一個消費的一個市場 我說當一切都回到一個消費的市場的時候 我們彼此之間我們沒有壓力 所以我們彼此之間我們再不用 無論是善意的欺騙或者是傷害 所以那時候當我選擇了愛多美的時候 我發覺他原來他不是在選傳直銷的第一 他是在走通路的唯一 因為我們不是在跟傳統的傳直銷比 所以很多朋友都常跟我講 他說彼哥 愛多美跟美X公司 愛多美跟安X公司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我常常告訴他 我說不一樣的東西要不要比 不一樣的東西不要比 那你不是跟我講他是傳直銷嗎 我說那就是你的障礙 你為什麼一定要把傳統的傳直銷 放在你的腦海中呢 我說當你不用跟傳統的傳直銷比的時候 愛多美的市場才會變得無限的寬廣 所以董事長常常在說 愛多美不是跟傳統的傳直銷比 愛多美在跟什麼東西比 他在跟大賣場比 每一次我告訴我的夥伴 我說假如說你不喜歡傳統傳直銷 那你又很喜歡拿傳統傳直銷來跟愛多美比 假如說你這個障礙沒辦法拿掉的時候 你能不能有空的時候 麻煩你去佳樂福的門口 假如說有空的時候 你能不能去好事兜的門口 假如有空的時候 你能不能去更多大賣場的門口 你站在那門口 你只要站在那門口 你半個鐘頭 你看那些人在大賣場裡面 進進出出 人來人往的 你就會感受到 我今天在這裡跟你分享的 我們不是在講一般的傳統傳直銷 我們在講的就是一般的消費概念 所以當你在大賣場裡面看的 你會發覺彼此之間 在賣場裡面進進出出的彼此之間有認識嗎 他們認識嗎 老闆認識他們嗎 老闆認識他們嗎 但是重點是 在這裡面 進進出出的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共同的生物 他們通通叫做什麼 通通叫做消費者 所以當你懂這個概念的時候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你今天選擇了愛多美 你的市場有多大 你不要再用愛多美 來跟傳統的船子消比 我說假如說你用傳統的船子消比的話 那你會不會在大賣場裡面 你會看到大賣場的門口 他立了幾個牌子 他告訴你安插公司的 美插公司的 通通不用進來 所以你要記得 在東美裡面 我們不跟傳統的船子消比 我們不是在跟他們爭第幾名 我們在走的是 整個通路裡面 唯一的透過網路 透過船子消的 直銷獎金分配裡面 我們在走唯一的道路 你用這樣想 你才知道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選擇在愛多美 所以一樣 我們在愛多美 跟我們去傳統的 任何一個賣場 我們的角色都一樣 我們只是一個誰 我們只是一個消費者 消費者很簡單 消費者第一個 一個成功的消費者 我們要做的 就只有幾件事情 第一個 買你怎麼樣 買你需要的 不需要的要不要買 這一點跟傳統的船子消比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在一東美 我說在一東美 你搬一張會員館 跟你去康市美 去城市 跟你去佳樂福 通通一樣的 你進去裡面 你只是一個消費者 第一個買你什麼 買你需要的 第二個 挑什麼 挑品質好的 對不對 第三個 你要買到什麼 價格怎麼樣 價格便宜的 對不對 第四個 愛多美送你 滿意保證 東西用得好 用得習慣 繼續用 用不好 用不習慣怎麼樣 那 還給愛多美 不是還給我 因為不是我賣給你的 對不對 第五個 愛多美 所有的商品 完完全全 都是責任保證 那很多夥伴商跟我講 他說 大家也可以說 自己的公司買的東西 品質都最好 價格都最小 那價格那麼小 那是贏的 所以我今天只是告訴各位 我說當你選擇了愛多美 你只是一個消費者 消費者是自然消費的行為 消費者他有主動去選擇 他想要買的 他那個意願 是因為他自己的需求 他需要買到高品質低價位的 所以很多東西消費者會自己去判斷的 所以愛多美 整個產品的策略 他選擇了一個絕對的品質 絕對的價格 只因為 他有一個 絕對的研發單位 跟絕對的代工廠 所以假如說你的夥伴 包括你坐在這裡 你還在想 這麼便宜的東西 開用的樂 那你不妨你就要去了解 全部的網站都有 你去了解 整個愛多美大部分的產品 來自於韓國國家級的研發單位 也就是韓國原子力研究院 韓國原子力研究院 就相當我們台灣的中原院 他擁有很高的一個研發的技術團隊 還有加上全世界最大的代工廠之一 也就是KOMA工廠 那很多人對KOMA工廠可能不是很了解 但是很多在座的女性應該都很知道 全世界很多大的化妝品品牌 包括香奈兒 蘭扣資生堂 這一些很著名的大的品牌的化妝品 都是由KOMA工廠所代工的 那由韓國國家級的研發單位 加上世界級的代工廠KOMA 我們選研發的產品 然後交給愛多美 來做全球的一個通路的一個佈局 所以就是因為有絕對的一個研發單位 跟一個絕對的一個代工廠 我們代工 所以研發出來的 我們才可以研發出這麼便宜又好用的商品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是消費者 我們第一個讓我們自己買到一個 用到一個很安心又很放心的商品 然後我們透過 我們用過很安心又放心的一個商品 我們透過我們使用的一個感動 我們把這個感動 我們只要真心的分享給你身邊的 你的親朋好友 這裡面 只有買沒有賣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為什麼常在講的 我們要的是一種真心的分享 因為我們不希望把人當成你賺錢的工具 我們希望我們透過的都是一個真心 透過你真心的一個使用上的一個感動 你希望你把這一份感動 你要很如實的 你分享給你身邊的每一個人 在這個過程 它不需要你的專業 它根本不需要你的學歷 跟你的人靈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你不要跟我講 我老了 我沒有專業 我學歷不好 我沒有人脈 你要記得 你在愛東美這裡面 你只是一個消費者 你今天 你不是一個銷售人員 當你不是一個銷售人員的時候 你不用去說服你身邊任何一個人 當你不用去說服的時候 你就沒有壓力 只有銷售的人 他才需要說服 我們是消費的人 我們只要真心分享 所以我只是告訴各位 在愛東美裡面 當你還在那邊想 我怎麼來分享愛東美的時候 我為什麼用分享這個概念 而不是用做的這個概念 因為假使你是一個消費者 你想到的是分享 你今天假使是一個推銷的 是一個業務型的 你每天想的就是做 當每一個人把做放在你的腦海中 你就被這個做綁死了 當你喜歡找人家來做的時候 人家也被這個做綁死了 他們會告訴你 那你有辦法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 這個你有辦法 我沒辦法 因為我水力不好 我不夠專業 我年紀太大了 所以我常常告訴我身邊的人 我為什麼喜歡在愛東美 我喜歡用的這個分享這兩個字 我希望每一個人在愛東美裡面 你真的可以快樂的 在玩你的工作 只有分享 你才會輕鬆 只有分享 你身邊的人才會輕鬆 所以我常常在講 我說你今天在愛東美 我希望各位的 假使你把自己先當成一個消費者 而且很如實的 在愛東美 消費每一種 屬於你生活中 的一個日常生活的消費品 你很如實的在這裡消費 你今天你透過一個真心的一個分享 我希望帶給你的是 輕鬆 是安心 是放心 我希望你帶給你身邊的每一個夥伴 也是輕鬆 也是安心 跟放心的 所以我說我們在這裡 我們都只有 每一個人都要 我們只有在買 沒有在賣 所以我們不要一個 業務型的一個做法 我們要的就是一個 消費的一個分享 我們讓每一個人都做得到 我們讓每一個人都做得到 那我們才可以看到 愛東美的無限廣大的商機 我們今天不是在尋找哪一個人 叫做經營者 我們不是在尋找天上飛的老鷹 我們只要看你自己 我常常定位 我不是老鷹 因為我像出各家這樣 所以我不可能去找到老鷹 但是我因為透過愛東美 我看到了廣大無限的商機 它讓我有高度我看到我的未來 看到我未來的一個希望 看到我未來的夢想 但是我知道我在愛東美裡面 我很清楚我的角色 我清楚了我的角色 我只是一個螞蟻 所以我用我老鷹的高度 我看到我的未來 但是我要低下頭來 我貼近土地 我貼近最底層 我來當一個螞蟻 因為我發掘一件事情 全世界最懂得分享的昆蟲 就是螞蟻 當你看到 當螞蟻看到 任何一個它要的目標的時候 無論再大的目標 螞蟻的齊心合力 螞蟻的任何有志進程的 那一種耐心 螞蟻那一種勇於分享的 它會連結更多的螞蟻 完成 共同完成他們首要的目標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我們今天 當你了解了愛多美這個本質 你更要了解的就是 你在愛多美裡面這個角色 你又回到 愛多美這個一個最基本的 一個消費的一個角色 那你才能看到 愛多美未來可以帶給你 為什麼可以無限的商機 跟一個遠大的夢想 我剛才講 愛多美它其實它只是一個消費連結的概念 這裡面既然沒有一個銷售的一個專業行為 我相信假使讓你當一個專業的消費 專業的一個業務行的 推銷的業務人員 你可能告訴我你不會 但是假使你告訴你身邊的人 包括你自己 然後你轉頭看看你左右的人 你會發覺在你身邊左右的每一個人 他跟你一樣 通通的共同身分 通通叫做消費者 所以假使你對這個概念你還不懂 那我們希望成功學院結束了以後 你回到你的地方 你去你的賣場 你每一次你只要還不懂愛多美的本質的時候 我都常常見你我的夥伴 你就習慣去站在家樂福的門口 你就陪著你的夥伴站在那裡半個鐘頭 然後你就告訴你的夥伴 你在那裡看到了誰 你看到了什麼 你又看到了一群在門口裡面走來走去的 他們叫做誰 他們通通叫做消費者 所以不要再跟我講說 你沒有人脈 我們只是在連結你身邊所有的消費者 我們所得到的每一份的紅利 換成獎金 都是透過這些消費者連結 而不是透過你的專業 不是透過你的業務去完成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懂這個概念的時候 你才知道愛多美的魅力 我們是透過我們整個消費連結 然後我們透過愛多美 一個全球最好的一個雙軌制的一個制度 我今天在這裡我就是告訴各位 我們擁有了愛多美這麼一個平台 我們先把自己的角色弄清楚 我們今天在這裡 我們只是在連結我們身邊所有的消費者 我們連結了透過愛多美一個 全球兩條線雙軌無線帶 我們不斷的連結 我們使連結的PV 換成紅利變成獎金 然後進入到每一個人的口袋 這一次加拿大的團隊已經到了鹿港 那前幾天去參觀了我們齊納府的交易中心 那這裡面我們有很多的感觸 我跟加拿大的夥伴在做交流的時候 他們可以從我們彼此之間的對待關係 他們更了解為什麼台灣的愛多美 可以發展得如此的迅速 我告訴他們 我說當我在台灣 我打開我的平台 我讓他看到我全球連結的消費者 我讓他看到了 我有美國的會員 我有加拿大的會員 我有泰國 我有新加坡 我甚至最近看到更多馬來西亞跟泰國 我甚至我常在想 今年跟我們台灣有很密切關係的越南 即將開幕 我想到今年 有一個全世界第三大人口的印尼即將開幕 我甚至想到明年的中國大陸即將開幕 我一直最擔心的 我一直最希望跟各位分享的 當你腦筋還在想 你不會經營愛多美 當你還在想 你不知道怎麼來做愛多美的時候 我還是要 在這裡 我很真心誠懇的告訴各位 我們 扮演好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消費者 我們透過一個消費 我們連結全球 這個就是愛多美 董事長一直在講 我們要創造全球一流的流通公司 所以我常常在想 我說今天 整個愛多美 未來它整個可以在全球 變成一個流通的一個公司 所以董事長他在講 我說在愛多美裡面 它不需要你的專業 跟你的能力 跟你的學歷 跟你長得醜不醜 漂不漂亮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幾歲一點關係都沒有 只因為 整個愛多美未來 整個消費的一個連結 連結了全球 全球變成一個 愛多美一個最大的一個 流通的一個市場 一個平台 所以董事長說你在愛多美 不成功才是一個奇蹟 那我們的這個帳號 我們又可以世襲三代 我這一次去韓國的時候 我們上課 那整個公司一直希望 未來的愛多美是一個百年企業 它希望創造的是一個百年文化 因為我們要 可以給三代的 那三代加起來要超過一百年 所以愛多美 什麼樣的可以讓它有一百年 它希望建立的就是一個公司的一個文化 所以愛多美 當每一個傳統傳直銷 都在講商業利益的時候 愛多美已經在講原則 在講文化 所以愛多美的原則中心 大家都知道的 我們建立的 我們因為只是一個消費的一個系統 我們不希望大家來囤厚 我們因為是一個全球的一個連結 所以我們不希望大家去搶線 我們也不希望 你個人去做販售販賣的行為 因為整個平台 整個愛多美的一個廣告系統 整個愛多美公司都幫我們做好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只是遵守好一個原則 我們只是做好一個本分 我們做好的一個消費的一個本分 我們做好一個消費分享的一個本分 所以愛多美 所以愛多美 我喜歡它是因為 它真的有這麼一個良好的一個文化 那我們公司 透過一個原則中心的一個文化 我們也在創造 整個社會性的一個公益 我們不只我們平常之間 我們在做消費的一個分享 我們甚至公司 我們為了實現社會的正義公平 愛多美董事長承諾 在台灣賺的每一分錢 他絕對不帶回韓國 所以愛多美的一個分享文化 他希望在愛多美我們創造更多的利潤 我們除了分享給原來的一個會員 共同來分享這個利潤以外 我們還把這個利潤 我們分享給整個台灣的這個社會 弱勢團體 所以台灣 我記得愛多美剛進來的第一年 整個公司都還沒有開始進入軌道 那時候剛好是高雄的氣爆 那時候愛多美公司就捐了50萬的現金 包括很多的物資 那時候讓我深受感動 包括這一次花蓮的地震 我們愛多美公司 我們捐了300萬的現金 而且很多的物資 所以我們給愛多美公司一個掌聲 我們愛多美辦了更多的公益 包括我們的公益路跑 就像總經理講的 我們辦了更多的捐水的一個活動 所以這個都是愛多美邁向百人企業 我們在這裡為什麼值得讓我們在愛多美 堅持的最主要的一個理由 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們在這裡扮演的消費者這個角色 我們又可以實現愛多美 社會正義公平的這個分享文化 我常常告訴我身邊的夥伴 我說我這一輩子 我當了消費者 感到最有意義價值的 就這幾年 我們這一輩子 當了一輩子的消費者 我們沒有改變什麼 我們成就了少數的財團 我們還叫做消費者 但是四年前當我加入了愛多美 我不斷地為我在愛多美當一個消費者 我感到更大更大的驕傲 因為一樣是消費者 我在愛多美 我當一個消費者 我竟然感受到 原來當一個消費者 可以創造這麼多的一個意義跟價值 我每一次在愛多美消費的時候 我常常在想 或許很多人不缺錢 他可能瞧不起 那個對碰獎金的兩千塊四千塊 但是一樣當一個消費者 在愛多美 你讓你的消費變得 可以成就到自己 也成就到別人 每一次我在消費的時候 我一盒黑摩陰 我一盒益生菌 我知道那十萬PV 我知道那三萬PV 我知道可以成就了很多的人 去領到那兩千塊 那四千塊 所以我跟加拿大那些夥伴講 我說你們可能很有錢不缺錢 但是你知道嗎 當你當一個消費者 你讓你的消費變得 對別人有意義跟價值 讓你的消費 讓你的消費可以去成就 社會很多 生活在很底層底下 需要那兩千塊四千塊的人 所以我們都是消費者 我們讓你的消費 變得更有意義跟有價值 所以我說今天只要說 你只是一個消費者 但是讓你因為參與了愛多美 你變成一個很光榮的 變成一個很榮耀的 因為你同時 你都是在分享你的善跟愛 因為你知道你每一筆的消費 即將幫助全世界更多更多跟你 有關係跟沒關係的人 我們不斷的互相在成就 所以我希望 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們今天了解愛多美的公司 我們更要了解 你今天為什麼你選擇了愛多美 你也必須要了解 因為愛多美的一個本質 因為你懂得這個本質 你知道愛多美即將會帶給你什麼 而且你也即將會成就你身邊更多的人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期望 這個是我們的夢想 我們不只要成就自己 我們也要成就更多我們身邊的人 所以讓我們一起在愛多美裡面 我們都可以成就彼此 讓各位在愛多美我們都可以有一個 未來更好的夢想 這樣好不好 那今天我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各位